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它常年都是绿色的 特别容易养活的它们 常年长势也特别的旺盛 所以在这个位置放上几盆绿螺 比放其他的摆件更能招到不少的正裁 养在客厅里 客厅在家里面是特别宽敞 光线也是非常明亮的一个地方 而且客厅的空气流通非常好 在客厅养上花草的话是比较适合的 而绿螺是不是强光曝晒的 也不是特别喜欢阴暗潮湿生长的环境 因为那样不利于生长 养在客厅这个位置的话 对它的生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绿螺之夜长得旺盛 才能带更好地进行光合作用 促进新鲜空气的循环 对整个室内的空气经节 都有特别的有帮助 从而促进人们的财运 养在卧室里 不少人会听说在卧室里养绿螺会有毒气 但其实都是传言和八卦 并非是这样子的 在卧室内摆放几盆绿螺 会有利于提升室内的空气质量 让空气变得更好 而且他们的职业没有毒素 对他们有过敏反应的人 是不适合养护的 但大部分人都适合在卧室内养上几盆 室内的空气质量过于浑浊 会使早晨人们头脑不清醒 容易做出错误决定 这时候再进行光合作用的绿螺 释放的新鲜氧气 会有助于人们从混沌中脱离出来 很少犯下错误 也会让人们的财运没有出现损失 经常莫名其妙露财破财的人可以养上 养在卫生间里 绿螺是可以耐半阴凉的环境的 所以在卫生间 厨房这类光线不是特别充足的环境里面 它们也同样可以长势旺盛 即使卫生间里面特别潮湿 湿气很重 绿螺也能很好的生长 它们生命力很顽强 这时候注意及时提供恰当的水分即可 养在卫生间有利于能增添绿色 会给人们带来放松心情的效果和作用 在厨房内养上几盆绿螺 对于吸附有害气体和油烟 能有不少的帮助 但在养护绿螺的时候 也要定期清理它们的叶片 因为有制成的作用 在厨房里面有助于减轻厨房的油烟味道 对人们的健康特别有利 但要避免放在窗户外延 防止被阳光抢散 不然无法成活 也就无法起到财运上的加持作用 绿螺下垂在财运好不好 绿螺怎样摆放财运 绿螺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植物 有了它的存在可以使得我们的运势 有着非常不错的提高 但是想要完全开发出绿螺能力的话 那么必须要让绿螺的叶子下垂 怎么样才能使得绿螺下垂 达到旺材的目的呢 想要让绿螺下垂 其实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我们只需要平常适当地修剪一下 这里指的是要把那些向上涨的藤蔓 全部都剪掉 然后剩下的叶子自然就会向下生长了 如此一来 我们的运势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补充 然后平日坐视的时候 也会有着好运所伴随 不过我们要精心修剪 可不要马虎 三到五天就要修剪一次 防止那些向上生长的藤蔓 破坏了风水才是 第二个方法就是经常需要施肥 要知道绿螺生长的是否旺盛 这跟我们平日的照顾是有着很大关系的 如果说我们的平常不去理会的话 那么很难让绿螺有着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让绿螺下垂的话 就应该经常施肥 绿螺是非常需要注意养护的 如果说我们怠慢了它 它就不会好好生长了 只有我们每天都对它有所照顾 那么才能让它变得更加旺盛 一旦绿螺生长起来了 那么自然叶子就下垂了 我们如果要想让绿螺下垂 我们首先得知道 我们所养的绿螺是不是属于下垂的产品 有些绿螺千生就不会下垂 它们就是一直向上增长的 而且无论你怎么休闲 都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在我们挑选的时候 最好问懂这方面的人 然后挑选一个可以向下生长的绿螺 这样才能让运势得到一个很好的补充 今后也就不用去担心 自身的运势出现问题了 还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要把绿螺放在最高点 那就知道当植物放在高处的时候 叶子最好自然下垂的向下垂 这是最好的方法之一 绿螺放在高处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能够散发磁场 将附近的一切都带来好运 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让自身运势有所提高的话 那么就要把绿螺放在高处 如此一来我们想要走运 简直就是太容易了 目前为止 这也是比较认可的方法之一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要让绿螺斜射阳光 这样的话绿螺就能够充分得到滋润 叶子也就可以向下生长了 叶子下垂代表着绿螺 目前的生长环境非常优越 只有绿螺的环境变得优越 它们的叶子才会向下垂 不然的话绿螺的表现就会是死气沉沉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它们被阳光所滋润才是 这也是目前为止比较不错的方法之一 以上就是关于绿螺下垂的一些方法 如果想让绿螺发挥出独特的旺财作用的话 至少需要遵循这些原则 如果说绿螺不能够下垂的话 那么它们就不会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我们的运势也不会因此而得到保护 这也就意味着绿螺并不是那么容易照料的 需要我们时时刻刻的保养才是 家中取得绿螺最常养的就是可能是发财术了 招财术放客厅会不会破财 有什么摆放讲究 其实发财术蕴含着很多讲究 只是有些人根本不了解罢了 他们总以为只要是家里面放了发财术 就可以提升运势 其实并非是如此 那么把它放在客厅又会怎样呢 除此之外 它们又有哪些地方需要我们去遵循呢 1.可以放在客厅 其实最标准的摆放方式就是放在客厅里 客厅里的阳光通常是非常优秀的 如果说招财术放在客厅里的话就可以被阳光锁滋润 那么它就能发挥出更多的能力 这样我们就可以变得运势高涨 也就不再那么容易出现错误 但是客厅的摆设方式也分很多种 如果说摆错了位置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 就好比客厅的角落就不要放到招财术 这些地方通常没有阳光而且比较阴冷 不太适合招财术生存 招财术最好的摆放位置就是靠近阳光 靠近通风口 这些位置是要视手选 所以尽量把客厅里的通风口给腾出来 放上一些比较重要的摆件 它可以保证你未来的运势变得优异 也可以让你的福气慢慢提升 2.不要放在厕所 厕所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污秽的地方 不太适合我们去摆放一些风水饰品 严格来讲招财术也是风水饰品的一种 只是我们平常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它们的位置而已 招财术不喜欢污浊的地方 尤其是厕所 厕所不仅仅只是污浊 通常我们的卫生间里面和浴室都是连成一体的 也就会变成特别潮湿 经常有洗澡水会建设在地面上 使得整个大体环境比较阴冷 如果长时间把招财术放在厕所里的话 就会产生反噬作用 然后使得我们的运气变得越来越差 最后颗粒无收 这就是放在了不好的位置所产生不好的影响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加强注意 包括厕所周围都是不可以选择的 这些地方同样有着太多煞气 都不太适合招财术的生存 三 走廊不要选择 除此之外走廊也是不太好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阴冷 阴冷的地方不太适合阳气充足的生物生存 招财术很明显就是阳气比较充足的 所以尽量跟走廊避免一下 如果长时间在走廊摆放招财术的话 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譬如我们会感觉到无力 做事的时候总是分心 找不到明确的目标 又或者是财运开始不断的下降 做什么事情都会变得特别不顺利 这其实都是因为阴气横生的原因 如果说阴气太多的话 就会让一个人感觉到不适 所以招财术还是不要放在这些地方比较好 同样三角区也是不要放招财术的 只要是室内有PNP的地方 都不太适合放在此类摆件 而且随着时间的改变 房间里的各个部位会产生不同的改变 那么就尽量找一些一直会有阳光的地方 这样的话就不容易出现差错了 以上就是关于招财术的一些讲究 需要姥姥记住它能够不出现错误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施新亲戚 与世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